不 皇冠是我的 我才是长女 看她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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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前这个红发大头的女人正是红皇后 而这个女人则是她的妹妹白皇后 我将你流放到蛮荒之地 没人会给你一丝同情 甚至没有人跟你说话 是什么让红皇后如此暴躁 姐妹俩为何水火不容 原来这一切都要从两个人小时候开始说起 这天 白皇后趁母亲不注意拿走了餐桌的锅塔 并来到姐姐的房间偷吃 碎屑掉在地上 白皇后趁机踢进红皇后的床下 你在干什么 没什么 见姐姐质问她 白皇后随即找来母亲 撒谎说是姐姐红皇后偷吃的锅塔 红皇后连忙否认 可母亲看了一眼床下的碎屑 又问是不是白皇后干的 不是 你是在撒谎 母亲开始责备红皇后 认为她是想嫁祸给妹妹 母亲偏向白皇后 红皇后委屈地跑了出去 可一个不注意 摔倒在地 红皇后的脑袋剧烈疼痛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 身高从此不再长高 脑袋却越来越大 完全长成了畸形 从此红皇后性格暴躁 内心变得敏感脆弱 白皇后却仍然没有一句道歉 长大后的白皇后却亭亭欲力 越来越漂亮 当两姐妹都成年时 国王父亲决定将权位 加免给大女儿红皇后 可在场的人却没有一个人鼓掌 不料就在带王冠时 樱头太大始终带不上去 帽将师表情抽动 就在她猛然用力时 皇冠碎片撒了一地 周围人忍不住发出笑声 红皇后生气到不许他们笑 这时有人提议到 嘲笑声又是一片 显然这是暗指她脑袋大 红皇后怒到要把他们的嘴巴缝上 这时父王看不下去了 站起身来决定要将王位 传给她的妹妹白皇后 红皇后生气极了 接着脑袋再次变大 没有人爱红皇后 只有一条龙陪伴她 于是愤怒至极的红皇后 带着自己的巨龙 毁灭了整个城堡 她要离开这里 去一个没有人嘲笑自己的地方 建立一个全新的王国 对了 你觉得这种做法是对是错 白皇后的王国因此狼藉一片 两姐妹的仇恨拉开帷幕 到了千年的时候 两国需要在棋盘荒地上决斗 可红皇后拥有一头毁天灭地的恶龙 显然白皇后不是对手 为了能够打败红皇后 她需要找一个叫爱丽丝的女孩 来作为自己王国的勇士 代替自己迎战恶龙 此时一位贵族家的男人正向爱丽丝求婚 爱丽丝却心不在焉 这时 一只肥兔在一脚偷偷望向爱丽丝 爱丽丝好奇地跟了上去 兔子把她带到一棵古树下便消失了 当她向下张望时 却一个手滑不留意 静直地摔了下去 当她醒来时 已经变成超级赛亚人 接着摔了下去 此刻房间内有一个神秘的瓶子 爱丽丝也没多想 当她喝下后 身体不由自主慢慢变小 透过房间的小门 直接来到仙境一样的世界 有像蚊子一样大的马 还有会说话的话 也是终于见到了刚才的兔子 各种奇形怪状的生物 胖兄弟带着爱丽丝找到这里的仙知 她是一个毛毛虫 毛毛虫扔出一张长长的牛皮纸 上面预言爱丽丝会手拿神剑斩杀巨龙 蒙圈的爱丽丝一脸蒙圈 突然间 一头巨兽突然闹了出来 她是红皇后的手下 对众人发起了进攻 爱丽丝以为自己一定在做梦 站在原地无动于衷 好在这时 一只小白鼠猛然一跃 站在巨兽的头上 并用宝剑拿走的巨兽的眼珠 巨兽猛然划伤了爱丽丝 爱丽丝这才知道原来不是梦 与众人逃走了 可此时地上的卷轴 却被红皇后的骑士发现了 骑士随即将卷轴内 爱丽丝将会斩杀巨龙的秘密 告诉了红皇后 红皇后因此十分愤怒 下令手下全力抓捕爱丽丝 此刻爱丽丝穿过森林 遇到了风帽子 风帽子把她当成了斩杀巨龙的救世主 可爱丽丝却不相信 认为他们一定找错人了 为了不让对方抓到爱丽丝 风帽子给了她一瓶药水 随后爱丽丝竟变得比蚂蚁还小 接着将她抓起放入水壶 风帽子微微一笑 就在这时 红皇后手下的官兵赶到了 动物们在一旁哆哆嗦嗦 随情的还有一只大黑狗 大黑狗闻到味道却不见爱丽丝人影 最终他们只好离开 风帽子这才安心拿出水壶 随后抽出一块裙布 几下就做成了一件迷你版的小裙子 爱丽丝换上了衣服 风帽子告诉她 想打败红皇后的巨龙 就必须找到传说中的神剑 突然间 红皇后的卫兵们再次袭来了 为保护爱丽丝 风帽子将她放在帽子上 随后将帽子甩飞五百来米 爱丽丝重重摔了一跤 她安全了 但风帽子却被红皇后的手下抓走了 到了傍晚 大黑狗再次找到了爱丽丝 原来她是红皇后身边的卧底 爱丽丝为救风帽子 果断骑上大黑狗 涌向红皇后的城堡 就当爱丽丝穿过石缝时 却看到红皇后用可爱的小动物 当高尔夫来玩 爱丽丝刚想帮小刺猬解绑 不料已经来不及了 好在捡球的是小兔子 白兔一眼认出了爱丽丝 得知她是为了救风帽子 于是白兔拿出一块蛋糕 爱丽丝果断吃下 不料吃得太多 爱丽丝的身体慢慢变大 直接长成城墙一样大小 好在红皇后并不知道她就是爱丽丝 面对质问 爱丽丝解释因为自己脑袋太大 被人排挤来到这里 红皇后瞬间感同身受 便邀请她来到城堡做客 爱丽丝从白兔口中得知 圣剑就藏在后院 被狗熊巨兽牢牢地看守 为了能够成功拿到圣剑 爱丽丝从小白鼠手中 拿到了巨兽原来的眼睛 巨兽因此也得以恢复眼睛 很是感激 还为爱丽丝舔疗伤口 爱丽丝拿到神剑后 果断冲出城堡 不料被周围的红桃兵团团包围 情急之下 白熊巨兽一头冲出解救了她 并带她冲出城堡 前往白皇后的王国 红皇后得知此事后异常生气 下令要将抓不到的红帽子斩首 这个男人真奇怪 面临斩首却微微一笑 红皇后果断下令 砍他的头 不料幽灵兵砍下时 这人竟神奇消失不见了 只剩一顶帽子 帽子漂浮在空中 下一秒 却露出一颗猫咪头 突然间 男人却出现在皇后身后 扯下一个女人的耳朵 下一秒 又一人扯下自己的鼻子 原来这些都是假的 由于红皇后有着畸形的脑袋 他们不得以伪装畸形来讨好红皇后 红皇后得知真相十分愤怒 接着 封帽子缓缓来到台下 众人纷纷高兴鼓掌 打算推翻红皇后 红皇后十分愤怒 原来家木卧旗正是一只巨鸟 巨鸟被摘下头盔 走出鸟笼仰天长相 巨鸟在天空肆意翱响 众人被吓得惊慌失措 风帽子健壮根本不是巨鸟的对手 只好趁着慌乱 带着动物们火速离开 逃离前往白皇后的宫殿 此时爱丽丝骑着巨兽来到宫殿 并将万神之剑呈现给了白皇后 见爱丽丝体型巨大 于是白皇后决定将它缩小正常 一口82年的口水吐进药水 随后一勺味给爱丽丝 接着爱丽丝的身体开始慢慢变小 直到恢复正常的身高 第二天 王国的成员纷纷集合 决定讨伐红皇后 红皇后也不甘示弱 准备一决高下 爱丽丝跟随众人来到战场 被作为勇士派了出去 她需要迎战红皇后的手下巨龙 一见面 就被巨龙一尾巴甩飞出去 巨龙喷出火焰 爱丽丝迅速抵挡 眼看不妙 封帽子打算出手 接着两边随即开始进行大战 眼看不敌 爱丽丝趁机走上高坡 纵身一跃跳上巨龙 接着瞬间将巨龙的头颅斩落 红皇后见状不肯甘休 可身后的红桃兵 却纷纷投降放下武器 还骂红皇后是血腥大头 紧接着 头上的王冠缓缓缓飘上空中 戴在了白皇后的头上 接着白皇后下令将她绑了起来 虽然输了 但红皇后并没有气馁 她妄想骑士 至少我们还在一起 原来骑士正是她的挚爱 可不料 骑士一把拔刀就要灭了她 好在封帽子及时制止 原来骑士对她的爱也是假的 只是迷恋她的权利 红皇后被白皇后贬入边疆 从此不再回来 难道这一切就这样结束了吗 红皇后会等来妹妹的道歉吗 这部电影是第一部 后面还会解说第二部 喜欢视频请点赞 关注我 我是白昼 下期更精彩